台南市議會今天邀請市府交通局針對台南捷運進行專案報告 會中交通局表示 台南先進運輸系統以獲中央前瞻計畫核定 但其1.6億元的澱付案還卡在議會 因此希望能獲得議會支持加速計畫推動 但今仍有多數議員此反對意見 對此交通局在會後受訪時表示會持續溝通 如果我們現在如果還沒有趕快再去做的話 我們連新竹跟基隆都會趕上我們 台南市先進運輸系統包括南線一旗 綠線、南線延伸線及紅線 其工程經費為780億元 並由中央補助426億 地方需自酬354億元 其中南線一旗已準備動工 並採取高價化的南軌系統設置 這個優先入網大概就是我們的府城 接著下來就是為了解決南科的問題 我們有南科的都心 接下來就是新營都心 那這些整體入網的部分 除了我們的優先入網以外 這個我們都已經爭取到規劃經費 我們把所有的這個軌道系統都拿出來討論 我們最後建議還是用單軌系統跟輕軌系統來進行比較 但是就目前來講 我們會認為單軌系統比較符合台南的需要 但對於市府說法仍有多數議員持反對意見 像從安平港站到台南基產站 總共8.6公里你開車20分鐘就可以到啊 它的優勢在什麼地方我看不出來 我們每一年前天計劃配合看要50億 這樣算算了 我們這個你試劑好賭賣啦 我們的報告書裡面寫 只要一條最要25檔到30檔 才會遜你平衡 這是你們樂觀的 這句話喔 這就是因為搭公車的人其實也不多 那你現在會覺得說 我現在就很少人在搭公車 那未來我要搭 我要去搭捷運的可能性 那相對我就很習慣騎摩托車騎的就到了啊 那怎麼去改變居民的習慣 總共有9位里長 還有我們220位每一戶 一個代表的一個連署 反對我們成功路跟西門路 要來建造我們的捷運 我有可能在我人家騎一張車來問時代 開車嗎 他剛才我們的議員說得很好 這個站有那兜方停車嗎 有停車到嗎 有還要停機車嗎 這個都是重點 不過也有其他議員表達贊同 認為台南的確要有先進運輸系統 來舒緩交通 這個是絕對支持 要做更完整的規劃 我們的文化高度 我們的觀光台東是非常重要 所以交通是領導 我希望說你能好好來幾個 這個先進運輸系統 對台南市來說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一個先進的運輸系統 改變我們都市的感覺 改變我們都市的感覺 這個是政府應該去做一個事 整個規劃期到建設期也要將近10年 所以那經費可以分年來編列 那以後當然就是會陸陸續續 有一些收益 那一開始我們也不可能說一下子就是賺錢 我們大概就是二三十年的一個回收期以後 大概以後就可以達到損益兩平 面對正反意見都有人支持 交通局說 除南縣第一期準備動工外 包括經過府城舊市區的綠線 與向南串年的紅線 其內容都還在規劃階段 市府後續也會依規定辦理說明會及公聽會 經採納民眾意見後 在提送中央爭取核定 判屆時也能獲一回認同 記者讀書 談談財財財寶寶